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原定计划是先推出干化西游 但最近棒球热度实在太高啦 决定先插播来个干化大联盟 本影片会影射很多宗旨球队球星 这纯粹只是为了做效果 绝无贬低之意 不过对于那些牵赌打假球 想搞队友老婆的 我是绝对会干到爆啊 主角本田吴朗是一个五岁的幼儿园小屁孩 他的爸爸本田茂智 成是富邦汉将的王牌投手 所以吴朗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和爸爸不一样 要像大鼓祥品一样的二刀流选手 他每天都按照父亲给他制定的课表训练 然而那个年代 小朋友心中No.1的运动都是足球 自然看不起玩棒球的吴朗 看啊什么大鼓祥品 大空翼才是最强的 听到自己的偶像被侮辱 吴朗也不管对方年纪比他还大 一个人就单干四个小学生 不过这毕竟不是什么靠小宇宙就能打赢的动漫 吴朗直接被人揍到怀疑人生 幸好幼儿园的老师桃子对吴朗那是真爱啊 由于吴朗的妈妈很早就去世 身为职棒选手的爸爸又不能每天陪在他身边 桃子老师时常担任母亲的工作帮忙照顾吴朗 但老师也觉得好奇 为何吴朗都不看职棒转播 而是每天重复看着老爸三阵对手的录影带 疑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吴朗老爸这些年一直饱受腰伤所苦 球威大不如前早就被下放到二军 不过他心中始终坚信 老爸总有一天会再回到一军的投手球上 某天夜里突然有个陌生人闯入吴朗家 仔细看原来是喝醉酒的老爸 老爸告诉吴朗自己已经不会再打棒球了 让吴朗这幼小的心灵感到非常失落 隔天早上吴朗将自己训练进步的事告诉老爸 结果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泼了桶冷水 老爸语重心长的告诉吴朗 自己手肘的韧带受了严重的伤 虽然动手术可以治好 但光是复健就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以他这个年纪 加上投球内容也不是特别突出 球团是不可能再把宝压在他身上 最终等待他的只有被球团解雇 吴朗听到这消息后当场崩溃大哭 连桃子老师想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吴朗都生气的对他大吼 你又不是我妈别管我这么多 而在本田这边 球团果然提出让他退役 但他们还算是有点人性 愿意介绍本田去大学担任教练 回去的路上 本田遇到队上王牌投手茂爷 两人在高中时期本来就是好麻吉 茂爷也要本田去喝杯咖啡聊聊 什么 要让你去大学当教练 哎 没办法 我又没什么旅外光环 这种年纪就算治好伤也催不出球数了 所以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弃头重打 好歹你在高中时期也是不动第四棒 你看王传家弃头重打之后变得多强啊 蛤 真的吗 所以他后来有上大联盟吗 没有 他也去大学当教练 你看啊 你说得等于白说啊 哎呀 不管怎么样你就试试看吧 反正我们富邦打线那么烂啊 任何人都有机会啊 与此同时 陶子老师突然发现无狼不见了 整个幼儿园的人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 不过本田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还把老师带回家里撩妹 撩到正嗨的时候突然有人按了门铃 结果竟然是球团的管理部部长背着无狼回来 原来这小家伙竟然跑去总公司 拜托球团不要解雇本田 老板最后也被无狼救父的精神感动 决定维持原判让他去大学当教练 看到儿子为了自己这么拼命 本田又想起了帽也要他弃头重打的建议 于是再次握起了球棒 隔日起床 得知昨天去求情也没用 懂事的无狼强颜欢笑地告诉老爸 自己会努力练习 帮老爸完成他未完成的梦想 听到这番话 本田也终于下定决心了 他再次来找部长提出气头重打的想法 希望球团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恩里的心情我了解 不过球团今年已经签了张育成 不缺炮火了 你看啊明明就很缺啊 全队有几个打击率超过三成的 为了展现自己的打击能力给球团看 本田提出找个人来测试他 不过因为江绍庆陈世朋都在二军调整 对上王牌投手只剩下正在给防护员抓龙的冒野 虽然气头重打是冒野建议本田的 但测试的时候他可是丝毫都不放水 经理只给了本田三个出局数的机会 结果尼玛的冒野连热身都不用 第一球就直接塞了颗内角速球 紧接着第二球又是一个曲球的好球 九位挥棒的本田一时找不到手感 第三球过来一个偏低的数球销到好球带 本田就这样站着不动被三振了 还剩下两个出局数的机会 下一球冒野投出了一个头部晋升球 差点打中本田 不过他这么做是为了激起本田的斗志 两人在高中时期曾打进过甲子园 最后靠着本田的再见拳雷打击败对手 冒野要他仔细回想当时的感觉 突然本田的眼神变得犀利 回过神后他也不再惧怕冒野的球 无论是什么球种 本田都能频频打出界外 最后向着冒野一颗红中树球 一棒敲出中间方向的拳雷打 不但让队友们看得目瞪口呆 也让经理重新对他刮目相看 而无狼这边也有了奇遇 他在练头时发现有个眼镜仔一直在偷看 结果无狼竟然硬闯入别人家里 把眼镜仔拉出来陪他一起练头 眼镜仔名叫佐藤兽爷 以后将会是无狼亦敌亦友的存在 不过此时的他连棒球都没玩过 更别说要接住无狼的球了 你是在帕山小朋友啊 有的是说过球是朋友 要用脸去接的 一看啊 我才不想年纪轻轻就去投胎 我要回家念书了 小时候喜欢念书吗 我才不喜欢呢 可是我妈妈说 我念书就会变成八加九 那你跟我一起当职棒选手吧 他们都不用念书的 眼镜仔被无狼唬得一愣一愣的 从此就踏上了棒球这条不归路 回到家后 父子俩开心的互说今天的遭遇 由于本田回一军的事八字都还没一撇 所以他也只是告诉无狼自己找到新的工作 这些日子 多亏了兽爷陪无狼一起练球 但兽爷突然觉得这样打纸团有点无聊 我看电视 棒球是九个人打的 我们应该找更多的人来练习才对啊 可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屁孩 不是在练雷兽射门 就是在练弹平的火焰球 我能找到你已经是上辈子烧好香了 兽爷告诉无狼 这附近有一个小学哨棒队 不如就干脆加入他们 然而哨棒队里都是些中高年纪的学生 他们看到无狼这种幼儿园小屁孩 自然是不会让他们加入来妨碍练习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无狼和兽爷也直接在场边开始了Catchball 虽然只有五岁 但无狼的球数可一点都不输给小学生 哨棒队的教练突然对他来了兴趣 叫无狼来对你势头看看 然而为了保护国家幼苗 哨棒队有规定要年满九岁才能上场 可难得看到这么一块好玉 教练又怎么舍得放手 于是违反规定 让无狼投起了硬式的红线球 无狼毕竟只有五岁 就算球速再怎么快 也不可能是六年级升的对手 马上就被尻了一发红不让 但是教练并不在意 他表示假以时日 无狼一定会是他们队中王牌 甚至还直接传授无狼如何投曲球 不过这其实是错误的行为 因为投变化球对手肘和肩膀的压力较大 小学生在骨骼和肌肉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情况下 教他们投变化球可能会提早断送他们的棒球生涯 所以一般都是上了国中才会接触到 结束一天的练习 无狼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 然而在半路上却被刚刚的六年级升拦下 本以为是要进行一场真人快打 没想到学长是来告诉无狼 现在就练习硬球可不是一件好事 回到家后 老爸听闻这件事直接气炸 连晚饭都没吃就冲去找教练理论 教练自知理亏也是被怼得不敢回嘴 原来他从小就梦想成为职棒选手 由于自己没有才能 就把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 从小对他进行严格的训练 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还害儿子肩膀受伤 为此他一直都相当自责 才会在看见无狼后 将这梦想投射在他身上 教练也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非常抱歉 听到这里 教练儿子也从房间走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一点都不恨爸爸 虽然肩膀受伤不能当投手 但他还可以当日本第一的打击手 这番话也让本田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的心中不再迷惘了 可以的话 等无狼九岁以后请让我来指导他吧 看啊你算哪根冲啊 我要直接送去张泰山的棒球学院啊 虽然本田是想通了 但无狼一个五岁的小孩拿懂这些 他甚至以为爸爸讨厌自己 才不让他加入少棒队 只好又去找桃子老师抱抱取暖啊 由于本田在二军打爆台钢雄鹰 很快就被调回了一军 比赛结束后他立刻跑回家里 想告诉无狼这个好消息 结果一进门就看见桃子穿着清凉在打扫浴室 反正女未婚男丧偶搞点什么也是正常的啊 两人穿好衣服后 本田也把自己被调回一军的事告诉桃子 为了安抚儿子心情 本田还给了桃子两张门票 要他带无狼来看自己一军登板的比赛 还要桃子对自己的事先保密 想给无狼一个惊喜 当晚两人来到新装球场看球 这是本赛季富邦汉将对乐天桃源最后的三连战 乐天风王魔术数字只剩下M1 不过战机垫底的水鬼帮充分展现出了抓交替的决心 两队打完了前六局 目前还是0比0平手 难看死了 这里没有爸爸也没有李亚英 别这样嘛 再看下去也许会有惊喜哦 战况来到九局上半 诸葛朱玉贤一发阳春炮 为乐天拿下宝贵的一分 打破了0比0的僵局 九局下半攻守交替 乐天赶紧换上救援王陈伯豪来关门 无狼觉得没救了 邦邦每次都是虎头蛇尾 而且又轮到后段棒次根本别想得分 话才刚说完 富邦就急出内野飞球被揭杀一人出局 不过下一棒的戴培锋 靠着选球选到了一个四坏宝宋 这时桃子看见风总打算启用带打 本以为本田有机会登场了 结果尼玛的换上的却是蒋炮 蒋炮也不负众望 发挥他生气的本色 连灰三个空棒遭到三阵 剩下最后一个出局数 风总依然要换带打 这下终于轮到那个男人本田上场了 无狼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镇上打击区的老爸 憋了一整场的桃子 也终于能将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 他告诉无狼 爸爸之所以不让他参加少棒队 是害怕他受伤 毕竟不能投球的痛苦本田最清楚 他只希望无狼可以平安幸福的活下去 而面对陈伯豪投出了两颗好球 本田都站着没有挥棒 这也让现场球迷都开始躁动 以为富邦是在练兵根本不想赢得比赛 无狼终于听不下去 直接冲到最前面却帮老爸加油 本田也不负众望 面对第三颗偏高的数球 直接挥出打中雕竿的再剑两分炮 让陈伯豪继79球救援败后再添一败 本田不仅帮助球队赢得胜利 也成功解开了父子俩的心结 这集算是试一下水温 我知道棒球大联盟在YT上很多人讲过 但那些大多是对岸的播主 有些对棒球术语甚至连规则都不懂 越看越让人觉得鬼懒趴火 所以才决定推出台湾最原汁原味的棒球动漫解说 就算你不是动漫迷 看了也绝对会有兴趣 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分享给朋友 那今天这集内容就先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每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 asan个粉 鼻子 我